哈喽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HSG荣耀堂的在线上聚会 我的名字叫Andrew Yoon 那么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HSG荣耀堂 复活节的特别聚会 那么HSG荣耀堂是一个环球使徒性的教会 今年我们相信2022年将会是一个复苏之年 我们相信今年我们将重新的审核 深入去了解并重新回到上帝为我们所定的一切 这是令人非常振奋的一年 因为上帝正在呼唤我们进入新的阶段 新的领域和新的机会 阿们 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去认识到你 今天能够有这个荣幸在这边去敬拜你 主耶稣我也祈祷今天的聚会将会是很顺利的举行 当每个弟兄姐妹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去聆听并且接受你的话语的 主耶稣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了解我们的心怀意念 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你是我们的创造者 今年我们相信是一个复苏之年 在这个特别的聚会当中 我们深信你将会重新的去审核我们所上的一切 并且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领域 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你得胜的名字的全 阿们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地又能在线上与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是复活节 我祝你有个复活节快乐 那希望你借着今天的信息 更加深一层地明白了解耶稣基督 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主是复活了 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呢 我们敬拜的主是活着的 祂是又真又活的主 你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祂 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也知道 祂在天上为我们带导 所以我们很蒙福 有上帝的看护 保守也为我们带导 这是我常常说的 我们基督徒 基督教不是宗教 也是 因为耶稣不但是人 祂也是神 祂死了三天又复活 现在祂还活着 活在那里呢 活在我们里面 因为祂还活着 所以祂能听到我们的祷告 回应我们的祷告 其实耶稣在两千年前 活在这个世上 你可能有听过 祂的受难 或祂的教导 复活节是关于耶稣的复活 但这正是一些回避的地方 历史提供了 无可辩驳的证据 证明了 拿撒勒 耶稣基督曾经活过 如今 祂也是在活着 好不好 我们一起拿起我们的圣经 一起的宣告 这是我的圣经 我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有的是圣经说我有 我可以做 按照圣经说我可以做 今天我将领受上帝的道 我大胆的承认 我的头脑很机敏 我准备以耶稣的名前进 阿们 我们是活在一个 限制的物质的世界里 我们通常 以生命和肉体 认为肉体和生命是 直接相连的 如果一个人他是活着的 他的身体是活着的 那他就是活着的 但生命超远 不止这些 对不对 因为属灵的领域和肉体的领域 一样的真实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解释说 耶稣在这个地球上 存在之前 他已经活着了 耶稣基督是以神同在 在哪一个经人 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做 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做 他造的 那么就说 在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道就是神 耶稣基督经常提到 物质 世界之外的生活 他说 我来 你们有丰盛的生命 因为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他供应我们 每次的需要 他向所有相信的人 做什么 应许永生 在那一个经文呢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他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肚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确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 将是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他的人 罪已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度生子的名 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有永生 如果你不信他 你就被定罪了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 说什么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 我的城铺必要进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谁 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他解释说 他要建立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就是天国 我们说属灵的国度 对不对 所以 神 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 在这个地上 我们来看看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三十一节 就是给我们一个见证 或者事实 耶稣的复活 当十二个门徒 终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当他看到耶稣 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的复杂 他明明知道耶稣已经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 其他的门徒告诉他 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他还没有见到主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相信 他说 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又用那手踏入他的内旁 我总不信 八天后 耶稣基督再一次到门徒显示时 多马在其中 耶稣就对多马说 伸出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踏入我的内旁 不要怀疑 只要信 就是意思说 耶稣要我们 不要怀疑神的话语 不过要相信神的话语 此时多马 从疑惑 转为敬畏和爱在 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听到了这个信息 就要转移我们的疑惑 我们的怀疑神 并且要敬畏和相信他 因为他知道 如今在他面前 活着的耶稣 是那位曾经死了的 成为尸体后 却又复活的 过来的主耶稣基督 于是他喊着什么 我的主啊 我的神 主耶稣的确是死了 在他被捕之后 多次被审讯 已经受到百般的折磨 对不对 波拉多当众把他打得 皮开肉占 体无完腹 当兵经检查犯人 是否真的死的时候 发觉耶稣已经死了 这时候那个兵是用枪砸入耶稣的内旁 又用来做什么 检验他是否真的死 从就是从内旁 炸了炸入他的什么心脏和肺部的地方 这一炸没死的人也会死了 对不对 当时流出来有血和水 说明他已经死了 现在那个医学也证明 那种情况下 刚死的人 却是不仅会流血 也会流水出来 主耶稣死后 他的尸体是在 一直在罗马人的和犹太人的手里 并不在他的门徒的手里 直到晚上 亚历马太来的夜色 去见波拉多 求耶稣的尸体时 波拉多才吩咐人给他的 犹太人就带着看守的兵 以罗马的兵一同去 封了的那个坟墓 洞口的石头将坟墓 把手拓当 耶稣的确是死了 站在坟墓里 那个洞口被巨石封上 并且犹太兵和罗马兵在看守 就是为什么耶稣叫多玛 伸出他的肘子 摸到摸他手上的钉痕 搭入他的内旁 看到他的内旁的枪伤原因 要他知道他面前站坐的 却是曾经死的耶稣基督 活着的基督是死而复活的主 主耶稣复活了 不仅在空坟墓这一贴的时事 永远在那里做物证 也有许多人说 那些所谓耶稣的显现 一定是那些人做什么 看到了幻觉 你觉得可能吗 在人证物证面前 人仍然活着 否认复活的事情 犹太人用许多钱 收买那些兵丁散播谣言时 是耶稣的门徒 把他的尸体偷走 首先有几十个人 甚至几百个人 同在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会产生幻觉吗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保罗写着 耶稣复活后 有多少个人看见 五百多个人看见他 在哪一个经文 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 他是说 却也有已经睡了 睡了就是死了 新月的是由见证的人写的 他们亲眼看见 耶稣确实是活着的 是有血有肉的 因为当时的坟墓是犹太人 刻意派兵丁的看守的 不仅有罗马兵士 也有犹太人的 兵士相互自约 犹太人如此的担心 他的尸体会被偷走 一定会派他最信任的人来守住 对不对 对罗马兵士来说 适者去看守犯人跑跑之类的事 如果发生了一定会被做什么 猝死 所以这些兵丁绝不可能让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 然而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门徒自己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 他们的生命变成巨大的变化 他们从害怕犹太人的迫害 弱弱的淘宝 甚至否认耶稣基督的弱夫 对不对 转变为勇敢的为主作见证职 为主宣道而死的英雄 包括十二个门徒 包括保罗 除了这个老约翰以外 都死与非命 是什么使到他们这样大的转变呢 如果一切都是他们的荒原和骗具 他们为什么为了自己的荒原而死呢 去死呢 受死呢 他们会偏一个荒原 然后这个荒原去死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主 祂是又真又活的主 我们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 代儿我才回来跟你分享 感谢牧师为我们带来分享 复活节象征是我们有一个复兴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说到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反败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 酒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 唯独把新的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是的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说到 我们不可以把一个旧的东西 放在一个新的东西上面 就比方说 如果我们要有一些改变的话 我们生命一直渴望有更大的改变 更大的突破 我们就不可以带着以前的我们 我们要重新审核 到底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怎样的一个领域 上帝要带领我们去到怎样的一个高峰 我们不可以再有以前的思维 因为正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说到 如果我们把旧的东西贴在一个新的物品上面 那个新的物品可能也遭到破坏 所以你就达不到那个目标 那么今天我们想到要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是除旧的一个思维 把旧的东西再拖坏你的东西放在一边 我们要重新的进入这个领域里面 上帝为我们准备的这个领域 让我们重新的去审核自己 到底我们新的目标 新的自己要怎样的去迈向它 所以今天在我们做奉献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 除旧迎新的一个心态 当我们把我们的奉献交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希望上帝会带领我们到新的领域 新的阶段 新的突破 好 在这边大家一起闭上眼睛 让我帮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一名师父者 因为你曾经说过 师比受更加有福 主耶稣 我们都很理解跟了解 并且愿意聆听跟行出你的话语 我们连接到除旧迎新的这个概念 的这个讯息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奉献当中 我们是保持一个新的态度 这个全新的态度 是全然为你的这个态度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会把旧的东西都撇开 我们只是要仰望你 只是要专注于你 要赐给我们的祝福 感谢你主耶稣 我们把每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无论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渴望你能够保守他们 赐给他们平安健康和喜乐 感谢你主耶稣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你得胜的名字而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可以透过以上的方式 给予这个奉献 谢谢大家的奉献 谢谢你的给予 欢迎回来 当神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 耶和华说什么 将生气吹入他的壁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生命就是永恒的神而来的 神把他自己的生命 吹入了人的里面 这是为什么人跟植物和动物 不一样的生命 人类有一个灵魂 意味着永生 就像神他是永生的神 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死 但是也会复活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时 他的身体真的死了 被埋葬了 但是他的灵魂却在别的地方 活着并完美的 他已将他的灵魂交给父神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 耶稣大声的喊就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说了这话 他的气就断了 当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的灵 以他的身体是结合 他的身体 现在是荣耀的身体 在菲利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今天是活着 他的肉身从死里复活 而且升天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叙述了耶稣复活了多少天 四十天 门徒和他在一起 他突然升上天去 他们惊奇地望着天 而耶稣继续地向天升去 然后消失在他们的四眼中 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三节 我们来读 说这话 他们正看到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它借去 便看不见了他 当他们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 身穿百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上面去 他还要怎样来 耶稣曾经预言说 他会回到天父那里 这正是他所说的 那么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一到二节 他说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就应当信我 我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人 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做什么 准备地方去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 就是说 耶稣是我们的兄长 他去见天父 他的天父也是我们的天父 十四章一传 所说的彼得 约翰和众使徒 正因为福音受到什么恐吓和威胁 而后被抓 对不对 被收到监狱里 但主的使者 夜间做什么 开了监门 领他们出来 结果他们出来 更加大胆的传福音 被带到工会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不是紧紧地禁止你们吗 不可以奉这个人的名字 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服神不顺服人 是应当的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 顺服神是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人 你们所挂在木头上 杀死的耶稣 我们主中的神 已经叫他复活了 耶稣 神用右手 把耶稣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所以他是我们的君王 也是我们的主 将悔改的心 赦罪的恩赐 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了这件事 见证神就赐 顺服之人的圣灵 为此是作为见证 不要忘记 这位彼得曾经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如今他如此大胆的见证 复活的耶稣基督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否认 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 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 仍然活着 神用右手将他升高举 叫他做君王和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 是给所有顺服这福音的人 包括你和我 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 复活的主 仍然是复活着的主 对不对 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我们的主耶稣 地地确确确的活着的主 是活着的 就现在仍然的活着 许多人体会到这一点 也有许多人是怀疑的 疑惑的 我在那里找到 这个活着的耶稣 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呢 为什么他不听我祷告 为什么他不给我工作 为什么他没有医治我的病 当主耶稣作为上帝 当然无处不在 对不对 但是作为人类恩典活着的救主 他答应他在他的地方 做他答应应做的事情 道成肉身 又死而复活的主耶稣 在他的圣道和他的圣礼中 他所做的事就像彼得所说的 要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 是给谁相信他的人 你是相信耶稣的人吗 主耶稣就是上帝的道 就是真理 整本圣经讲的 见证耶稣他自己 像今天的福音 最后使徒 约翰所说的 但记载这些事 要你们信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你们因为他的名 得到生命 而且丰盛的生命 你可能会问 难道活着的耶稣 不会在我们自常的生活吗 当然他会 只要小心 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 我们也是罪人 更何况魔鬼也会扮成什么 光明的天使 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你是生病也好 还是要找工作也好 你管理你的家庭也好 对你任何生活中的 祷告和经历 如果结果 使到你更加相信 耶稣是永恒上帝的儿子 那么你就更加体验 生地的体验到 悔改的心和赦免的罪恩的话 那么你经历的就是 活着的耶稣基督 相反的 如果你的结果是 使到你远离耶稣基督 或使你自命清高 你觉得我不需要悔改 我也不需要赦罪的恩典 那么你的经历 说好听一点 那是你自己的罪性 说不好听的 就是魔鬼的同在 因为活着的耶稣 因为活着的耶稣 是复活的耶稣 要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你 你和我 要是把复活永生的生命 赦罪给你的主 就是他要我们相信 更接近他 像岳伯在受难苦 患难以前 他虽然是敬畏我们的上帝 但是没有亲身经历活着的主 当他一无所有 他的儿女都死了 太太离开他了 自己从头到脚都烂 都烂掉以后 他说什么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又对主说 我以前风文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岳伯他经历的痛苦患难 他能亲眼看到活着的主 那么你看到活着的主吗 那么在早期跟初期有两个 特别的重点 一个是一致受到压迫 一个是他们所传的复活 赦罪的复印 在这一点 使到使徒行传中 所能看到的历史有记录的 千千万万 成千万的基督徒 都是普通的人像你和我 但是他们面对犹太人 和罗马人的双重的迫害 面对狮子的野兽 面对天灯的威赫时 他们依然的什么 坚持信仰 英勇宣导 他们之所以能敢面对死亡 不是因为他们身心就是那么的勇敢 而是因为他们经历是活着的主 而活着的主 就是复活的耶稣 你经历活着的主吗 他是又真又活的主 正是耶稣的灵永远不死 我们的灵也不会死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此处 那就是说 我们如何的回应神的救恩 决定了我们的命令 就像约翰福音三十六到十八节 你信就有永生 你不信就定罪 耶稣对他门徒说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还有不多时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我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建立在这伟大的希望中 因为我们知道 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我们可能会死去 但死亡并不是终点 就是刚才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 你是否看见 你是否看见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 他是又真又活的主 如果你看见 那一切都有希望 有盼望 因为今天复活节 我要你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好 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天父我把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到你 看到你是活着的主 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认识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 不但是相听 相信我们回应你的话语 是信任你 主啊我感谢赞美你 我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手上 我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得圣的名字 Amen 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要拿圣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纪念 我们的耶稣基督是 为我和你死在十字架 但是三天他复活 所以他所受的每一个边伤 我们可以说 我们得医治的复原 他为我们所流的血 我们可以洗罪 我们的一切的罪 因此我觉得在复活节 拿圣餐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天父请你 示福这个圣餐 使我们吃了 不但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也很高兴 他能使到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也感谢耶稣他的边伤 我们可以宣告 我们得医治的复原 他的宝血洗绝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义人 我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得圣的名字 Amen 来我们一起用圣餐 拿起你的面包或者是饼干 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你和我受死在十字架 因此如果你有生病 你哪里不舒服 就按手在哪一个地方 如果太多了 你就按手在你的隔头说 以耶稣的边伤我的医治 我们一起来吃 拿起这个杯 代表耶稣的宝血 为我们而留 我们吃了喝了 就要纪念耶稣的爱 我们成为义人 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神祝福你 谢谢牧师的分享 在今天的复活节呢 我希望每一个人呢 都有一个复兴的生命 都能够重新的认识上帝 并且相信上帝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有这个新的突破 好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想让我们帮你祷告的话 或者你想要回复今天的讯息 你可以联络以上的这个号码 我们将会有一个专属的团队 准备为你祷告 下个星期呢 我们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们邀请到了皇祖祥牧师 为我们征道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都很期待着皇祖祥牧师 会代替我们的分享 在五月八日呢 将会是什么节日呢 将会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特别在教会呢 也是准备了有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与我们参得其中 所以在五月八号约定里 我们将会有这个母亲节的特别 在教会不见不散 那么在五月十二十七号到二十九号呢 将会是我们的巴拿巴计划 巴拿巴计划呢 就是会有几天的这些会议呢 还有我们的一些聚会 请你们留意我们以上的这个通告 来去了解到巴拿巴计划的这个详情 好 今天的聚会接下来到尾声 那么好不好 我们一起的去朗读这个主导文 作为一个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免了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而与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我们下个星期见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新奇日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